這裡是海洋學院祥安校區 看看這後面公交車站台這個 他這個村的 都是用這個鐵欄杆圍起來了 就是不能漁業 整個都是 那邊也是 然後那邊有個進口 現在商戶就是也是在營業 但是如果你要進村的話 你必須在哪裡測量體溫 然後那裡面的這些超市啊 小麥店基本上就是一半是處於光閉狀態 一大半處於光閉狀態 我走近一點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他們電動車目前都不允許停在村裡面 都是好像是這樣子 然後都停在外面 你看那些 我記得我來這邊吃過飯 吃過便飯吧 那些 超市是開的 這些小商小鋪都關的 控制病毒的代字 這些欄杆都是 嚴禁翻越 破壞泥巴 圍著後果致腹 然後那裡有個人正在 前面 我就不走近了 對面 對面是一個叫做 廈門海洋職業學院的大門口 然後這裡寫防疫疫情入口封閉 紅田 這些村的這些小店都是關著的 廈門有很多這種自然村啊 這種自然村的話 它基本上是處於這種關閉狀態的 就說有這個泥巴 它不允許外面的人再進去 住自由產前的房子 這邊都很多 520出租房 設備期間 衛生乾淨 這叫紅中大道 站台都斜掉了 好像要倒掉了 這個有極大的安全隱患 都這麼久了 都沒人來看看修它一下